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鸡也会打明了 意味着天快要亮了 那么古人为何要深夜打经呢? 而且这一职业还延续了千年 其实这个职业相当的重要 若是没有它 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维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打经的话题 打经在中国历史记载之中有着十分悠久的记载 根据资料显示 打经最早起源于古代的原始巫术当中 当时的用处是为了驱鬼辟邪 据传闻 在那个时期只有十分受人尊敬的巫师 才能有资格去打经 可随着时间的发展 打经的地位逐渐衰弱 这件事情也逐渐成为一种夜间的职业 名字就叫做打经 封建王朝时期 人们一直生活在日出而坐 日入而息的节奏之中 当时啊 古人生活的资源十分的紧缺 对于赵明所用的蜡毒 在某些农民的眼中也会成为一种奢侈品 故而呢 在封建王朝的时候 人们大多数干完农活之后 天一黑便直接休息了 可是这个时候问题也就来了 人们是怎么才知道外面天快亮了呢 如何才能在天一亮的时候 就已经做好准备 起身去干农活了呢 再加之 古时候的人们不会是每家每户都有记的 如此一来便缺少一个确定的时间 正因为这些问题的产生 从而才会产生一个夜晚巡查的岗位 经夫 古代的人呢 没有任何的技术倚仗 只能够借助最为原始的方式 来提醒自己外界的时间 经夫的出现 很快解决了人们对于时间观念上的问题 看过古装剧的大致都会了解 经夫的日常 基本上都是穿着一件十分厚重的衣裳 在胸前挂着一个十分厚重的竹帮 一只手则是拿着一个短棒 另一只手则是提着一个灯笼 举行夜间的照明所用 封建王朝的时代过去之后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技术的不断更新 衍生出诸多的电子产品 也因为这样 所以这个职业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渐渐的大家似乎也已经忘了 除了在一些电视剧 以及电影之中 可以看到更多的踪迹 基本上在现实生活之中 是见不到了 现在这个职业也就彻底消失了 现在的城市之中啊 尽管是夜间也是灯火通明 家家户户自然也不会 天一黑就上床休息 随着夜间活动的增加 有而久之 人们便不会太在意 生活之中的即时工作 经夫的能力 虽说在封建统治灭亡之后 人们已经不需要打经人这样的职业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经夫在打经的时候 也是需要必备相关的知识层面的 或是所有人都可以胜任 打经这一个职位的 首先 经夫需要懂得的第一个要点 那就是打经的口号 这个想必大家应当都有了解 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 还有一些关门关窗 防偷防盗的口号 这在影视剧当中经常出现 第二点则就是时刻 每一个时刻对应的口号是不一样的 一经的时候 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 二经的时候 关门关窗 防偷防盗 三经的时候 平安无事 四经的时候 天寒地冻 五经的时候 早睡早起 保重身体 点而言之 这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些暗语 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的意思 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打经人 需要掌握即时的方法 否则根本不清楚当下的时间阶段 无法进行打经提醒 古人把一夜分作五经 每经时间约为两小时 从晚上十九点开始 十九点到二十一点为虚实一经 二十一点到二十三点为害时二经 二十三点至次日一点为子时三经 一点到三点则是丑时四经 三点到五点为银时五经 此五经构成经夫的全部工作内容 只要遗漏了任何一经 经夫都会受到惩罚 不但供钱会被扣去一半 甚至还会被辞退 通常情况下 打经人都是会借助一些外物 类似于烧香 滴水 又或是流沙的方式进行测量时间 当然还有一些人是会观察星宿的变化 从而判断当下的时辰阶段 由此可见 经夫可不是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胜任的 没有两把刷子 很难胜任这个工作 此事也从侧面诠释了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职业当中所需要的技能 都是值得考量的 一个现实的局面就是 你不会就不可以生人 有意思的是 在判断时间的方法之中 其实能够看出古人潜在的智慧 打经的创建 以及经夫的利用 无以不是说明 当时古人的想法的丰富 然而经夫可不是一份轻松搞笑的事业 而是十分辛苦的 经夫下雨天也要工作 不能例外 因此他们配备着缩衣 斗笠 水缺 行走在街道巷间 这种听起来怀着鼓韵的场景 也许对于打经人来说 并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情 毕竟经夫的工作十分辛苦 在众人接以入眠的时候 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作为古代最苦的职业之一 经夫不仅要熬夜工作 还要全年无休 无论春夏秋冬 还是刮风下雨 经夫们都要十年如一日的工作 那些毫不起眼 夜夜行走于大街小巷之中的经夫 拿着微薄的收入 做着辛苦的工作 实在是苦不堪言 元代之前的经夫 都是市井理政 出面雇佣的平民百姓 明代的经夫 则是由丐帮人员出任 大多都是些老弱病残 可是到了清代 朝廷为了加强管理 经夫便由官柴替代 因为社会的长期不稳定 所以清代的经夫 常常由身体强壮之人担任 相应的薪酬待遇 也提高了一些 古人的智慧 打经并不像表面那样简单 古人的智慧也远不止于此 经夫在易经的时候 所喊的口号 天刚雾燥 小心火烛 明显就是让人们 拥有防火的观念 众所周知 古代的读书人 一般一读就会费寝忘食 一旦到了晚上 唯一照明的工具 也只剩下蜡烛 蜡烛的微光 让眼睛极度的疲惫 加之人们在读书时候的认真 真的会无意识之间 将蜡烛碰倒 再加上 书桌上摆放的诸多书籍 几乎都是易燃物 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经夫才会在 易经的时候 加以提醒 警戒人们 一定要留心家中的蜡烛 避免最后引发 不必要的火灾 除此之外 经夫还有一种监视的作用 因为当时的社会 根本没有任何的监控 以及路灯 小偷小摸的事情 时有发生 经夫的出现 通常情况下 会对盗窃之人 产生一种震慑作用 所以才有关好门窗 防头防照 再加上 一旦经夫发现贼人 手中的铜锣便可以直接敲响 惊醒附近的邻居 也是因为经夫的设立 极大程度缓解了 百姓家中 丢失物件的程度 最后一点 经夫的设立 让一些人 多了一种 就业的谋生之路 反而言之 不想劳作的 可以依靠打经 来贴普家用 从某个角度而言 也缓解了 社会的就业压力 从打经的初始 到经夫的设立 再到出现的 诸多隐藏作用 无疑不是透露着 古人的智慧 把插回来 封建时期的 政治制度 虽说不被 现代人们所采纳 但是却产出了 许多利己利民的职业 工程 这些都是 古人的智慧结晶 也是社会 所需要的发展基础 打经便是如此 经夫的出现 缓解了人们 对于时间上的 认知问题 避免许许多多的麻烦 起到了维护治安的作用 仅是如此 就值得称赞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 在现代社会 冰块可以说是 夏天的消暑神器了 喝可乐要放一把冰块 吃冰淇淋 要加冰沙 冰块如此普及 在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而在中国古代 虽然没有现代的高科技 但是古人在夏天 也依然能够制成冰块 而且这种制冰之法 居然让许多现代物理学家 也感到困惑 那么我国古人 是如何在炎炎夏日 制作出冰块的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为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古代造冰的故事 古代制作 夏造冰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古人就特地制作了冰教 可以将冬天开采的冰 一直储存到夏天使用 更神奇的是 他们还有在夏天 自己制冰的方法 庄子中有句话 虽然此处没有详细说 夏造冰的过程 但我们得知 在庄子时代 就已经有夏造冰的技术 直到西汉淮南王刘安写的 《淮南万碧树》一书中 详细记载了夏造冰的过程 书中提到 取废汤至瓮中 秘以心间 沈中三日成冰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把刚刚烧开的废水 装到一个大瓶子里面 然后用干净细密的丝织物 将瓶口盖好密封 最后将这一瓶水 用绳子吊着 慢慢沉入深井里面 过了三天以后再取出来 就能够制成冰块了 在夏天 将装着开水的瓶子 放到深井里 就能得到冰块 这不免令人感到疑惑 夏造冰 为什么要用沸汤及开水呢 不是常温下的冷水呢 为什么要放到深井当中呢 为什么是放三天呢 按理来说 冷水的温度更低 不是更容易结冰吗 中国古代的物理学者们 对这些悬疑问题十分关心 在后来的历朝历代 都有记载 然而 热水结冰 冷水不结冰的反常现象 却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现代科学能否解释下造冰 对此 现代物理学家们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开始尝试用现代的物理学知识做实验验证 当时著名的物理学家洪振环先生认为 下造冰的形成和气压有很大关系 他的文章里提到 废水置入瓶中 瓶口密封 沉入井水中 瓶内温度骤降 液面气压大减 瓶内水的冰点是随之提高的 他的理论依据是 气压越低 水结冰所需要的温度越高 不需要把温度降到零摄氏度就可以结冰了 而深井里的温度 无论冬夏季节 基本都能保持在十摄氏度以下 有的甚至能达到三到四摄氏度 这就很可能让热水结冰了 但是其中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限制 那就是在正常情况下 冰点受气压的影响是很小的 据估算 气压每减少一个点 水的冰点只会提高0.008摄氏度 即使将瓶子里的气压 从正常水平下降到真空状态 最多也只能让冰点上升不到1摄氏度 不是气压 那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科技大学的物理学家 李志超的研究则认为 下造冰是气体绝热膨胀降温导致的 也就是胶耳 汤姆逊效应在其作用 结合下造冰的过程来说 就是装有废水的瓶中 大量的水蒸气在通过细小的瓶口的时候 会发生压力突变 从而引发温度变化 这是空调和液化气等装置的原理 也可以用来解释 为什么自行车轮胎在放气的时候 气门会变冷 甚至凝结出冰晶的现象 在一个口小度大的瓶子中 将其中的水煮沸 直至其中的水蒸气 将瓶中大部分空气都排出去 当瓶中的水快沸腾蒸发完时 马上用细密的丝织物 进水将口堵住 并立即沉入深井 瓶子中的气温急剧下降 会导致水气凝结 再加上瓶子内部的气压骤降 可以说近似于真空状态 然后继续放置平温与外界差不多 这样的话 就基本可以制造出一定量的冰 根据这一理论 李志超和他的学生赵红军 做了一个模拟造冰实验 取个一升的玻璃球瓶 在里面装上少量的水和温度计 并密封好 用来替代古代制冰的瓶瓶 在烧开瓶子里的水 迅速放进盛满了凉水的水桶中 将废水进行冷却 但是这次实验却并没有成功 会不会是水桶里的水 没有井水温度低 或者是不是放置时间不够 毕竟淮南万壁书上说 要在深井里存放三天时间 于是李志超又将瓶子 放置了几个小时 水温降到了7摄氏度 接着摘掉瓶子的封口 让空气缓慢流入 最后整体的水温 稳定在了6摄氏度左右 却依然没有结冰 淮南万壁书中提到的是 废汤放在瓮里面 这个瓮就不是一般的容器了 它的主要特点是瓶口很细 在瓮里装上部分水 将水煮开 水蒸汽就会充满整个容器 并将原先瓮里的空气排出去 这时用枝得很细密的一些布 或织物将瓶口封住 再用绳子下降到水井深处 在中原的一些高山地区 深井的温度在10摄氏度以下 水气愈冷凝结 而瓶子里几乎是真空状态 瓶内的气压比瓶外的气压低多了 当瓮的温度与井水温度差不多的时候 把容器从井里取出 就会在减压膨胀的原理下 使瓶子迅速降温 操作得当的话 容器内会出现冰渣 李之超后来提出了更为详尽的解释 一个细口大覆的瓶 里面盛水不多 煮沸一段时间 水蒸汽会充满全瓶 原来的空气绝大部分被挤了出去 烧到水量所剩无几 立即用浸过水的细密的丝织物 封口并沉入深井 瓶子受凉 水气凝结 瓶内气压很快下降 当平温与井水近于平衡 立即取出 摘除封口开始透气 这是利用减压膨胀的吸热效果 让瓶内温度下降 如果实验控制得很完美 就可以得到几次冰茶 虽然会出现冰渣 但似乎仍不能解释 古人造出的冰块是怎么回事 但我们知道了 用织物密封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来自湘潭大学的学者雷志华 经过多次的实验设计和研究 提出古人人工造冰 有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一个是大气的相对湿度 我们的空调遥控器上都会有除湿按钮 当我们除湿后 空气湿度变小 会感觉房间更干燥 而在古人用瓮造冰的原理中 空气湿度变小 周围的空气越干燥 会使瓶内的水蒸发的越快 第二个是瓮的溶积 当溶积越大 能容纳的水蒸汽越多 溶气出现真空状态的概率越高 结冰也会更容易 第三个是井水和大气的温度 井水的温度越低越容易结冰 而一般深井的温度在6摄氏度到10摄氏度之间 可以说古人是相当的聪明 他们应该也是经历过了很多次的实验 才能稳稳地使水结冰 也许他们虽然不懂得精确的温度和湿度 但他们对石令节气和自然环境 有着超过现代人的了解和感知 石船的下噪兵工艺是鸡类吗 从洪振环和李志超 这现代两位科学家的研究中 可以看到下噪兵是可行的 这一工艺也很可能是确实存在过的 但是也不难发现 即使运用现代的科技 还原古代下噪兵的过程 这些实验步骤也非常复杂繁琐 只要有一点条件无法满足 就不可能制造出冰块来 而即使真的制出了冰 产量也是非常少 只有一点冰茶 而想要在炎炎夏日制成大量的冰块 就必须严格挑选最好的制冰深井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恐怕在古代也只有黄金国戚 有钱有势的人 才能够用这种办法来制冰消暑了 与其这么麻烦的自己制冰 还不如多造几个冰窖 在冬天的时候 多储存一些冰块来得方便 当然 无论是冰窖还是制冰 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奢望的 直到唐朝末期 人们无意间发现了消食 它溶于水后会吸收热量 能够让常温下的水快速冷却结冰 这种方便快捷的制冰方法的发现 才真正让民间的普通老百姓 能够在炎炎夏日摸上一块冰 由此看来 依据淮南完毕数所描述的下造冰工艺 与消食的制冰效果相比 还是比较鸡肋的 不过也存在一种可能 那就是书中对这种工艺的描述 存在较大的误差 古代的下造冰技术 或许已经非常成熟 只是因为受到皇家和艺人的垄断 而逐渐失传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